红十字会花联诗会的救难人员 在这一次的救难过程中 也在脸书分享救援过程看到的事情 也向离难的乘客温柔喊话说没事了 也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让不少网友泪崩 也感谢所有救护人员的辛苦 台铁太鲁阁号408车次2号发生严重出轨事故 而红十字会花联诗会救难人员曾文龙 也在个人脸书分享救援过程中 看到一名受伤爸爸 警报罹难女儿的样子还是忍住不舍 并坚强地继续救援任务 到现场当下就真的觉得 真的像电影场景里面一样 那其实用人间炼狱来形容也不为过 整个车厢都翻覆 然后外加那边的味道其实是 所有车厢里面最重的 因为它也在隧道最深处 然后它里面其实已经 确定欧卡 然后就是往生者的数量 其实已经比前面多很多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进去踩人龙的方式 就是去协助那个特殊队在里面搬运伤患跟大体 那时候就像我文章前面一开始打的 我一站到里面的位置的时候 那三位大体其实脸是面对我的 对它一直看着我 他们一直在旁边 我就是心里把他们想成是 那三位在默默帮我加油 然后我在心里面也是 就是一直跟他们讲三位等我一下 等我们把这节车厢清理完以后 我一定会亲手把你们送出去 对然后在中间搬运的途中就是 又碰到就是文章里面打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几位 白点点妹妹过我手上的时候 其实已经欧卡了 然后我再把它转交给外面的学长 学长 学长把它抱给他爸爸 对当下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现场都已经知道 妹妹已经走了 可是 爸爸也是跟他讲说 妹妹要加油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距离有点比较远 可是 后面旁边的搜救队队员 也有听到说 爸爸可能还要带妹妹什么出去玩的时候 当下其实 我有点想离开现场 真的因为我当下 搬运的时候手都在动 可是没办法 我们里面还有人 而且还有 那三位还在等着我 然后后来又再出来一个 真的 这是比较轻松的话语啦 就是 那个阿嬷真的穿得蛮飞选的 又看到她脚上有少一只鞋子 又想说 我要为他们做的事又多一件 因为很想帮她找鞋子 曾文龙也对其他离难者喊话 虽然不知道每个人的姓名 但希望他们都能够安心的走 不要想太多 最后她也感谢花莲县内的外送员 祝福所有人平安顺遂 许多网友看了表示感动 并留言写下辛苦了等鼓励和肯定的自语 借蒋邦雁华联士报道 今天剪达 verge